传说在岛国有一张神秘唱片 不管是谁只要听过就会为之找你 然而唱片一旦播放必定会引发血案 这天小川得到一张唱片 便邀请闺蜜来家中做客 两人准备一起好好欣赏 随着优美凄凉的歌声传出 闺蜜渐渐失了魂 恨不得将唱片占为己有 再回家好好听个几百遍 于是他提出想拷贝一份 但小川却不愿意说道 跟你分享就不错了 你还想不劳而活 世上哪有这种好事 见对方不愿意 闺蜜只好趁其不注意将唱片偷走 小川发现唱片被偷后 急忙追出去 还扔出石头将闺蜜击倒 随后来到闺蜜身边告诉他 这唱片比自己生命都重要 他竟然连这个也偷 担心唱片被抢走 闺蜜起身后直接捡起地上石头 向小川头上砸了过去 小川就这样领了盒饭 之后闺蜜到处寻找唱片店 迫不及待地想要再听一次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家唱片店的老板 一眼看出闺蜜是小偷 原来这张唱片是店中的非卖品 在前不久刚被偷 好家伙搞了半天 小川也是个小偷 竟还好意思说自己 闺蜜好不容易才得到唱片 不想这样拱手让人 于是转身就跑 在躲开老板后 他来到一家咖啡厅休息 碰巧咖啡店有唱片机 在征求完服务员的同意后 他将唱片放了进去 那寂静淒凉的歌声再次响起 就在这时 店中另一位客人听出不对劲 他告诉闺蜜 这张唱片是全日最珍贵的唱片 是一个女人在死后立刻录制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人死后的录音 而唱片中记录的 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歌声 不管事情的真假 闺蜜也看出唱片的珍贵 于是收拾好唱片转身就走 但那位男客人却跟了上来 显然是盯上了他手中的唱片 乌漏偏逢连夜雨 在躲避男人的途中 他不幸撞见了之前老板 闺蜜只好拼命逃跑 不知不觉间 竟然来到小川尸体的位置 看见前面是挑死胡同 女人只好爬上墓堆准备翻墙 他咬着唱片双手扒墙 眼看就要翻过去 可下一秒 女人被眼前的男人吓坏了 瞬间从墙上摔了下去 不幸的是脚下的墓堆也开始翻滚 正好压在他的身上 女人被碗口大的墓棍压得口吐鲜血 不久后便没了气息 墙后面男人捡起了唱片 将他紧紧抱在怀中 生怕被人抢了去 可他全然不知 自己将会是下一个死亡的目标